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特别也为您连线 S&G连线高大成法医 法医说假讯情真谋杀在法医的见识过程当中 有两个最重要的makeup 而这些业者炮哥他说他曾经跟过一起抓捷命案 事实上这个命案的凶手出乎意料之外 等会为您揭开谜底 另外这是神鬼交锋真实版在台湾上演吗 竟然有一个两手空空的年轻人可以骗倒美国富豪 财经专家献哥要告诉您 他的诈骗手法是什么 除了骗倒美国富豪得手77亿之外 他还曾经让豆豆先生救过 因此声名大噪 在节目的一开始 当然下回都要带记 带您来看的是 这根本就是向警方公然呛响 下风 下风 面对执勤员警 汗马车突然往前冲 撞了上去 我现在在开车 你拿枪死我干嘛 来 你干嘛撞我 警察差点就跌倒 立刻拔枪警告要驾驶下车 凌晨街头爆冲突 起因是汗马车围停 依照规定就不能制造噪音 什么叫噪音 声音太早 没关系车爆不动 叫拖车来拖车嘛 那你叫 被检举违规 但驾驶还蒙踩油门制造噪音 警方货报到场请他移车 你说什么东西啊 叫我驾车 你不是车子不宜走 怎么样 原来这名驾驶 就是西门町的知名刺青师傅李耀明 去年引擎又大修过 所以我在转 回转的时候 确实整个引擎 就是它的怠速下降很多 所以我一直补吹油门 不过监视器拍下 原本汗马车已经倒车 却又突然往前 连旁边的红色三角锥都撞倒 但李耀明强调 因为爱车油门不顺 才会猛踩油门 没有挑衅 从事次清18年 担任次清总工会理事长 七年前涉及暴力讨债 还曾被指为天音会副会长 去年遭寻仇 开枪击中左小腿 多次登上新闻版面 在过程中理性民众 开车冲撞我们同仁 当下我们立即以防害公务现行犯 逮捕送办 李耀明被依防害公务罪送办 只是为了停车大动干货 名次轻失的争议再添一笔 三天新闻代为陈章涛 台北报道 他是天音会副会长 天音会是什么组织 自称啦 自称他是天音会的副会长 加这两句是 加这两个理由有什么差别 自称就是他自己讲的 其实我跟你说 我在上节目前 我黑白两道都问 他没听到 黑白两道都说 这个我是套用警方的说法 这个俗辣 是用俗辣来形容他 那黑帮人说 没人听过天音会副会长 没人听过 他 他说他是天音会的副会长 但是在道上打听不到这号人物 打听不到 而且他没有行情 也没有什么实力 也没办法处理事情 我这样讲 可能他会不高兴 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以前出道的时候 跟过天音会的会长 天音会会长是谁 黄春明 春明啊 所以 帝国春明啊 春明啊是 我们在中山区 大家都很有名的 大家 我们也都认识 帝国春明啊 今天 今年的年初已经贵新了 好了 他因为呢 之前是把 因为他人喔 这个 这个 这个李耀明喔 他很大差 这次还是五个警察 才能把他拉下来给他制服 所以说他呢 他呢 他好看头 担头家屋 所以他跟在春明的旁边做小事 他做小事的时候 他大家都说 我们春明的会 会小事 结果 他现在就开始呢 在外面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他是天音会副会长 因为他是对春明的嘛 所以说 是这样 他自己自身 他是副会长 那但是问题呢 他开始呢 为什么他会叫 自身为副会长 因为他觉得 他带了一些小弟 这小弟怎么来的呢 他本来 是学赤青 他老伯 是在中华路开牛肉面 开牛肉面 他有去帮过忙 但是他没有兴趣 后来他去学赤青 学了赤青之后 他出国比赛 得了奖 回到国内来的时候 开始在新门町帮人家赤青 然后呢 越赤越有名 很多的小弟 或者希望进帮派的 这些 也喜欢赤青嘛 那赤青的时候 出完青之后 可能去加入四海帮 加入竹联帮 加入什么帮 结果这些有黑道 被你的小弟呢 很喜欢去趟那边 因为赤青嘛 结果呢 一次二次之后呢 这真的人说 这变成朋友了啦 变成朋友 他就说 来来来 这小孩 大家 我如果有事情 帮我来去处理 就曾经98年去 新门町帮人处理 一条土地纠纷 这条土地纠纷 起来处理的时候 他在苗栗的大虎 苗栗大虎山上 他把对方呢 要押到大虎山上去 说用电架棒 说你如果没有 我会把你活埋 结果给人勒索五十万 要给人家活埋啊 但是 一笔土地纠纷 他只是要人家五十万 勒索 勒索五十万 听到人家就很大 五十万 有需要动用到活埋 这种手段吗 他帮死的小孩 他就跟他这样 他就这么大胸 跟他打起来的时候 说要人家五十万 结果人家就不要乎他了 不要乎他了 把这个事情的时候 叫做人家拍 结果人家去报案 报案之后 把他减速流氓 提报流氓的时候 他说 不不不 那都是我这个小孩 把所有的事情都退完 那个小孩 然后他就跟对方和解 和解了之后呢 检察官对他才不起诉 后来是那个小孩 整个单 单起来 顶罪 顶罪 变成 把那个小孩起诉 好啦 那后来呢 他回到台北 他在台北 那你是要做大的 我做大的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 节目之前 我黑白两道我都问了 有没有这一号人物 有没有怎么样 他说 这就不够处理事情 后来在西门町 他就想要干嘛呢 他想说 我是天文会副会长 我现在呢 要插手什么呢 插手西门町 商业促进会 什么叫商业促进会 商业促进会就是西门町 一些老商家 其实都是大地主 都是非常有钱 都过来十个 过来百元的大老家 他想要插手进去 这个促进会 他想要选 至少当个理事嘛 那他靠在地方上面 他可以 但是可以练嘛 结果 没人要插手 这些所有的 都没人插手了 因为天英会副会长 就不是你嘛 大家会打听嘛 你没有那个实力啦 结果呢 他自己呢 就要主持一个自治会 他也要做一个西门町 什么商业自治会 没有自立门户啊 结果 没人加入 就很惨了 他要跟我来 做自治会会会长 结果没人 没有人理你嘛 要有会员 所以他开始在西门町开始呢 用丢业这些小子呢 都会跟人家玩家啦 制造士端啦 所以后来呢 为什么他去年的三月的时候 被一个万华的小弟拿枪去 把他在篮球场干了一枪 就是警告他啊 干了一枪 结果那个小弟他打完之后呢 自己呢去投案 打他完之后去投案 那个万华小弟自己打完他 就去投案 那他呢到现在 其实他现在的枪伤都还没好 刚刚你有看到画面 那个就是去年被三月被打的相当 人家就教训他说 你如果在那边偶北部 你就看着办 今天昨天 他的这个车就停在 他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牛肉面馆 开在汉中间 那就开在自己 他把汉马车停在他们 他们自己的店门口 那 据说他是围停被人家检举 围停人家检举嘛 检举之后呢 开出后他都不爽又回来 在那边吹油门嘛 其实我们刚刚声音有听到声音很大声 砰砰砰砰砰对不对 人家邻居受不了嘛 所以警方才去嘛 所以警方去呢 刚刚我们看到是真实的画面对不对 他自己又在脸书里面写了一个什么呢 写了你在掰嘛 他意思说对方警察呢 是在掰的啦 瞎掰啦 然后什么 汉马车那么重啦 意思说我哪敢真正开车冲撞你的话呢 我们来看他在脸书 破了什么文 他说 柯元警你在掰嘛 汉马车那么重 你说我开车冲撞你 而你竟然还能在车旁走动 是 拔枪说我冲撞远警 对 今早当我正在为自己清白辩解时 你竟能够在新闻当中自导自演了一场 无耻正义秀 哇 这不是公然呛警察吗 是啊 他其实公然 还能够撞 还能够呛声 我跟你说他最拆的 他公然呛警察还不是第一次啦 其实早年的时候呢 他啊 为什么这些黑白两刀对他看他没有你知道吗 因为他曾经呢 去武昌街派出所呛声 呛完了之后呢 结果呢 派出所出来就把他抓了嘛 抓了之后呢 被移送到万华侦察队 结果他 他在里面 就换他那几个小弟也到侦察队外面去叫嚣 结果呢 侦察队哪有可能会这样 起摸摆 统统抓进来 抓进来那时候 他那时候还跟着纯明 纯明那时候还没死 就纯明说 他说他是你们少年 你来处理一下 纯明阿庆 他跟谁就扒下去了 结果带着 他后来把他移送之后 纯明还带着他 去侦察队跟人家磕头道歉 纯明带着他去警察局磕头道歉 对 去侦察队 这个刑警 这个侦察员姓柯 那就是连老大都很头痛的人物吗 就看不下 你是在唱什么歌吗 好 我们来看 他过去也是争议不断 那一开完我这边 他就直接往外头走 就是往马路的另外一样退 然后对空迷枪这样 这两个伤 突然他停在闸道口 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那我就顺眼去看一下 大概过了一秒钟吧 就听到后窗 啪啪啪啪的声音 那就有人开枪 这种很可恶吧 因为其实以汉马车来讲 它的玻璃算很硬 对 能打成这样 如果说只是警告异味的话 那他如果说打到其他车子的话 应该后果会更严重 这个嫌疑人就要十几个人就将他压到苗栗的山区里头 那个林内他要让他先交出五十万 从头到五他有没有看到我打他 有没有凶过他一句话 如果没有他就是不告 对 我觉得我民意受到很大严重的损犯 好 刚刚新闻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他的争议 不过说到刺青 我们现场来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刺青师傅 雕方师傅 师傅 你们过去经常帮黑道大哥刺青 在我们七十年代 那时候刺青的环境就是比较复杂 那是大哥显示说他是大尾了 一定要刺青对吧 所以来一般人也不会来刺青 很多都是兄弟嘛 大哥最喜欢刺什么 龙头啊 鬼头啊 龙头 鬼头 还有呢 就日本图案 他们特别喜欢刺日本图案 现场也有来一位模特儿 你现场刺青给我们看对不对 到底刺青成功或失败的美格在哪里 说刺得很好还是刺得不好的关键是什么 那也是要时间磨练 就是你本身要有绘画基础 然后 就那个图案能不能生动 对 那是基本的 然后机器也要拿得稳 这个是机器 是 要拿得稳很重要 不知道 不能刺 这是什么机器 刺青机 刺针机 刺青机 刺青机 这个呢 一样 也是刺青机 刚才还没有录影的时候 你有稍微试了一下 好 声音很大声 然后这是 这是颜料嘛 刺青的颜料 是 这个颜料一般来讲是 多久都不会掉色 现在的刺青颜料一辈子不会掉 一辈子都不会掉色 所以呢 刺错了 或刺失败了 怎么办会 不过还好现在科技 科技发达 雷射还是可以打得掉 好 你现场要帮我们吃的这是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 这是一个糖果的图案 是 很适合 我们现场模特儿的甜美风 对吧 来 我们 是不是师傅 示范一下 哎呦 会不会很痛 你给它上麻药吗 没有 没有 嗯 你现在怎么烤出来呢 你为什么可以让它上麻药 其实它有没有上麻药 因为刺青是会痛的 那 为什么大哥都要刺 刺青会有色分敏感地带 因为什么 他如果刺的时候呢 他可以显示说 他连这种痛都可以忍 所以 他就是 刺整个 大家 所以说你看 很多那个 那个小毛头 我刺青刺到一半 不敢上色 就落差了 我们可不可以镜头 拉得稍微高一点 看一下它那个刺的图案 刺的图案很细 所以刚刚师傅才会说 手不可以刺 成功失败的关键 是你一刺 那个线条整个歪掉了 你知道吗 对 哎呦 会不会痛 你怎么说不出话 你为什么不可以用麻药 现在我们不能用麻药 为什么 麻药是管制的有用力 哦 所以客人都很忍痛哦 哦 因为麻药管制 哎呦 有够勇敢 师傅 你们同行是不是 帮十大枪级要犯 金珠袋啊 吃过 我们那个 七年代啊 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 有黑帮背景嘛 金珠袋很像 金珠袋很像 金珠袋就是 以前Manga 很有名的 开始枪杀 小弟枪杀大哥的开始 就是金珠袋 来 杨国凯 金珠袋在当时也是 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那时候他正在逃亡 据说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 曾经去找刺青师傅刺青啊 是 那些情形是怎样 他就是有人来跟我们接洽 说需要我们一个事务 外出帮他们资金 然后就付了五万块定金 五万块哦 是 那时代五万块 应该很大嘛 如果在中山基的套房 十平的话大概三四十万 那当下 所以五万块可以买六分之一间的套房 那是很大 那是应该最大的 钞票只有一百块而已 就一百块 还没有五百块的嘛 是 所以一付就付了五万块 那你就知道来头不小了 对啊 那你们就去了 那我们师傅就跟他一好时间 他来接 那在接他的时候 辗转换了差不多三部车 因为怕你们知道他的行踪啊 怎样一微跌 在那边烧宅 在那边烧宅 怕跟肩啊 怕跟肩 所以你们中间换了三部车 那后来到现场之后呢 到现场 其实我那个同事 在车上他就揣测不安 他想说 他想说 这个刺的人绝对是个大人路 结果去那边 就一看 就紫竹袋嘛 因为 他不知道 那个时候他不知道 谁是紫竹袋 他知道 他知道 因为他之前也被关过 所以有一面之眼 所以去那边刺的 刚开始还是会有点不安 后来就没什么 反正就是来刺青嘛 然后当下是也好 不只他一个人 只好几个 好几个兄弟在现场 还有他几个小弟都刺了 然后去到那边一看 满地就是钱嘛 就一袋一袋的 布袋中的钱 满地都是钱 然后枪啊都有啊 所以他是一边刺一边 不能刺 刺得失败了 在那边大概刺了 一个礼拜左右 没回去喔 对 住在那边喔 就吃了好几个啊 跟逃亡中的枪击药犯 住在一起 一个礼拜 对 你不知道 那段时间都不能出去 对啊 也怕他走漏风生啊 他有没有 叫他怎么封口 都是 他们要求他出去 绝对不能告诉你 没有 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是工作嘛 刺青 当然回来我们也不会去讲 他不怕你们泄露他的行踪吗 不会啊 不会喔 其实怎么去也不知道 因为一定搬车 一定搬车 一定搬车嘛 那 还有给你摸面 还有给你这样 是没有啦 没有摸面 车子有那个窗帘 其实也看不到外面 所以也搞不清楚 经过什么路 那据说 你刚刚说满地都是钱 据说后来 他那个钱都是一袋一袋的 那后来他怎么跟你们算呢 就 其实他们也很上道 他就 吃完了 他说 师傅 那需要多少钱自己拿 自己拿 你拿几袋回来 没有 我那个同事 同事拿几袋回来 没有啦 拿几袋 拿他该拿的 我想说 一年我还可以搬几袋 就搬几袋回来 所以他让他自己拿 他还是拿他该拿的而已 所以曾经帮金竹带刺青过 好 现在我们给观众朋友看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那因为那个刺青的这个机器很大声 所以我们请雕方师傅 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刺 然后等会呢 四十分钟后 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再来看刺青的成果 好 紧接着带你来关心的是 在高雄发生了一起摩铁命案 看起来是双双殉情 但内情并不单纯 白色轿车开到高雄凤山汽车旅馆入住 到了退房时间没出现 男子一度开轿车外出 向房屋人员表达要续助 时间到了又没确认 房屋人员用尽方法联络不到人 第一时间就报警 警消道场跟着房屋人员打开门 贺见两人分别倒卧床上和地上 躺在床上的女子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事后在呕吐物内验出农药 男方躺在地上精神恍惚送医获救 警方初步研判是感情纠纷成为情杀导火线 男子昏迷送医途中透露对女方的不谅解 两人分别有段婚姻记录 曾经交往过在去年九月分手 警方不排除男方不满 对方令结心欢 变成恐怖情人 布局杀人 三天新闻许世良翁 一位SNG小组高中报导 这会不会是故步一阵 假讯情真谋杀 为你连线告达成法医 法医你好 阿环姐你好 大家好 我看到新闻报导说 死掉的那个女孩子身上已经出现失斑了 从时间点来看 两个一起讯情的可能性也是蛮低的 对 一般这种相约性情的如果是男的死的你的男的死你的没有死大概有可能是性情 但是如果你的死的男的没有死百分之九成都是都是谋杀案 尾先民这个案子你有看到什么蛛丝马迹吗 没有最重要的是第一当然这个男的没死而且这个你的已经死了超过两个小时以上他才报警 第三个他们是吃不同的药物想要导致死亡一个是吃必死药物嘛农药嘛 那一个是吃安眠药那个不会死啊现在安眠药大概你吃到饱都不会死的药那怎么会死啊对不对所以就表示他本来就是故意不死嘛 他就没什么死嘛 阿姨公身上出现失斑一般出现失斑太开心肝起一肩贵落库 最少大概一般是两个小时 但是要看那个失斑有没有固定如果失斑已经固定就超过15个小时如果失斑没有固定大概在5个小时以内他可能刚好在这个之间所以应该死亡在8个小时左右 所以他已经死了这么久这个男的还能够被救活 我们以前在台中有碰到一间 所以很有可能是 对我们以前在台中也常常碰到这种案件 我讲一个最好笑的案件就是有一个男的也是一样 刚才这个案子有可能是 这个案子是不是很有可能是女孩子已经死了很久之后 这个男的才吃药假装他也跟他一起殉情 就要洗肝来说是一般都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是谋杀案 而且我们常常会讲说这个是加工自杀 绝对不是加工自杀 加工自杀要那个死者他必须有自杀的倾向 而且他有血疑是什么都我们已经接认他是要自杀 可是这个男的比如说这个男的或这个女的 没有去救他这个叫见死不救 然后又再 在比如说他快要死了 再用手去把他捂住 那这个就是一种加工自杀 不然一般这个都是叫杀人 那过去有没有办过类似这样的案子 有有有有这个案子其实很多 我讲一个比较好笑的是因为有一个男的也是一样 他也是假装就是其实那个后来是他讲是相应性情 其实不是他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去烧炭他自己走掉 先让你孩子吃安眠药 然后烧炭以后把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贴纸箱用的那个那个宽膠布 把那个窗户的那个细后把他全部贴起来 贴起来他就门关了就走了 这个男的这个你的吃安眠药 吸了压药他就死掉了嘛 他经过了一天以后才回来 回来以后他发现说哇 那要怎么人也会说我带的啊 所以他就把里面的 他还是那个贴纸还在哦 可是他把门打开以后 那个空气都跑那个压药都跑掉以后 他就假装把门关起来 啊已经没有烧炭了 然后就假装报警 报警以后我们就这个那个消防队啦 警察都到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用眼睛在闭一闭在那看我在头看 我们就有看他就叫他说哦 他也要死了嘛 啊没有办法警察给他送医院嘛 可是送医院一级就一送医院去 他马上就醒过来了 就一抽血他身上没有氧化碳 可是他说有啦我跟他一起自杀 可是我可能因为在这一两天哦 他没有死的过程当中 他把氧化碳淡泄掉了 他们当然很多话可以讲啦 那我们那时候也觉得说哇这也不行啦 所以我们就回到现场 去把他贴用贴在细红上面的那个贴纸向的宽胶布 踩指纹 所有贴的都是他的指纹 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的指纹 所以检察官认为说这个是都是你贴的嘛 所以这个女孩子绝对不是自杀 好所以因为交代指纹破了一起假宣情 全部都是他的 好现在高大臣法医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 其实这个案子 很像泡哥你之前也跟过一个案子 很像 就像刚刚法医说的 跟这个本案疑点重重一样 我差不多十年前 就是那时候刚好被一个 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曾经公司挖角 那个 这个好人挖角 这个公司很大 只有两个人 公司很大只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董事长 一个就是我 他说我是总经理 广告做很大 对对对对 那不重要 后来我们接了第一个case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本来不接的啦 这个一个也是一个中年妇女 大概五十岁左右来 也是一样 就是一样哭哭啼啼说 怎么样啦 外遇啦 如何啦 但是没钱 那老板说 这没钱啦 我说没啦 公司刚才开始 我薪水就领不到 接啦接啦接啦 三五万块 但是 唯一只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老公是医生 我说好啦 老公是医生 那老公有钱啊 对老公有钱嘛 那如果真的抓到了 那就赔赔钱算了嘛 你再给我该给我的嘛 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开始跟踪他的时候 因为 好处减工精嘛 都是我在处理嘛 那好 开始跟下去 越跟越有蹊跷 为什么 我们 那个外遇很简单嘛 老婆抓老公 老公有小三 那很正常 那结果呢 这个我看这个老公是 呃 晕船啊 他这个小三是酒店的 酒店的酒女嘛 那一般 这老公有钱 老公要包养他 是不是说 啊 我 那个 我给你赎生 你不要做啊 你做 做我的睡衣 你做什么 奇怪了 这个跟下去 诶 他也没有从酒店离开 反正是跟酒店的人还 那个 那个过重慎密 那体系组组 那开始我们就有用一些器材 当然这个器材就不说了 那就是我们会听到某些声音 什么声音呢 就是 诶 这个小三跟某 我知道你有拿那器材来过 隔墙听嘛 很类似啦 那但是这个小三呢 他就跟这些人呢 我们就听到某些声音说是说 诶 一般应该都是浓情蜜 对 对 你要不要爱我啦 头来暗期啦 你要戴我啦 尖藏地久 海事山谋那种 你自己不离婚啦 我现在 一般都是说那嘛 结果不是 他说你都要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我听到说一个说 诶 冲到看不出来 我说这真的死了 我快跟老闆说 老闆 老闆 这不可以 这 卡铲手说是 要跟家工去谋杀 老闆说你别吵了 你就有杆 你就忘了啦 你拆拆在那里 要冲啊啦 我就 我就想说 要去人家 老闆说 老闆把我做董 那我就没办法啦 我们就是良心作祟 只有偷偷的守护他 那不管 但是 到最后 就是说 诶 奇怪了 有一次 诶 我也不想那么多 有一次说 诶 抓奸了 抓奸了 到宾馆了 结果一看 就那个医生跟小三去宾馆了 对 医生跟小三去宾馆了 结果呢 诶 这样对啊 对啊 不对 结果怎样 小三在宾馆附近 我说这些都是怎样 原来他跟他母亲啦 他跟他母亲 他想跟他老婆重修就好 诶 我也是这么想 跟君姐一样嘛 这可能有求啊有求啊 这感情有求啊 没想想的 不对 那不是另外的谋杀的计划 今天要发生 啊 因为你之前有听到一些怪怪的话 我跟老闆说 老闆说没啦 这可能就是 这要重修就好的啦 你怎么会拆人 你待会去救过 我说不行不行 我一定会离开 我一定会离开 老闆说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你自己去 老闆让你自己去招 什么什么 老闆就是那个 招门的啦 就是那种好像拔钉器啊 把他离开 铁锹 铁锹啊 我说不 这我一定会离开 我方向我也会离开 这个 这个 不简单 不然我就敲门 去就敲门 但我也不敢报警 正常我们是应该要报警一起去 嗯 我就敲门 拗 同步 开형 不开 不开 是コ二 未来接下 要拖 我都不能喝 所以他們也是要演迅情戲 感覺是要演迅情的戲 結果呢 我趕快 我說要不要報警 當然要報警 結果那個先生很妙 一邊口吐白目一邊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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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醫生嘛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我不行 不然至少我也要送你去 我都看到了嘛 我要送他到旁邊的醫院 為什麼不要 因為那是可能他認職的醫院 不要不要 我又一直得幫你送啊 送過去了 結果怎麼樣 執班的醫師一看也很緊急 後來問我說吃了什麼 我就給他看吃了這個 結果一看 他鬆一口氣他說 這沒問題了 會為你洗洗的 後來我才知道 那個不會死的 很壞 他呢 自己喝那種除草劑不會死的 叫他老婆喝巴拉粿 就是喝一口就死人那種的 巴拉松 對 類似那種 巴拉松 對 就是喝了就會死掉那種 所以他自己喝的 跟他老婆喝的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對 那還好我們及時進去 挽救了一樁命案 任何 所以通常命案 表面上看跟實際 真正的內情可能是完全不同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自殺 搞不好是他殺 表面上看起來是自然死亡 搞不好是謀殺 對啊 我在1996年 辦過一件案子 民國85年 在溫山區 那件案子很神奇 讓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有一天一大早 一對夫妻在那邊玩 很大聲在吵架 不是夫妻 一對男女 那邊是一個眷村 那在眷村那邊 大吵 吵得很兇 他說 早上 八點八點九點而已 這就消暑了 警察最怕的九點盡情報案 9點要交接班 沒辦法 9點要下班之前 他們就通知 有些人報案 說給我官夫先去 官夫到現場 那兩個男女 那個男人是老伯伯 那是一個眷村 那男人是老伯伯 女的是也是嫁到那個 眷村裡面的一個阿姨 他說 管稀先生 隔壁張伯伯 一個禮拜沒出現了 我懷疑他已經出事了 那個跟他吵的那個老人家 好像老人家說 不可能啊 他前兩天到我家去 叫我到他家喝酒 我去到他家之後 他門關著不理我 說那個張伯伯 去他們家說來問他喝酒 兩次都叫我去他家喝酒 他怎麼會有事 沒事 就在那裡撂 用明明作秀有事 那進去看一看 是啊 看一看比較保險嗎 那個屋子看一看 因為他屋子是繁鎖的 他後面那個窗戶是沒有關的 窗戶有關的 但是沒有繁鎖 那時候的蜆子是這樣的 蜆子都拿個筆 一眷村嘛 一勾就打開了 一勾就打開了 打開裡面 那個一個吊扇 很大的吊扇 咔啦咔啦咔啦吊扇 然後進去就是餐桌嘛 餐桌就看到一瓶高粱酒 喝了三分之一了 喝了喝到剩三分之一了 還有三個杯子 三個 對 三個杯子 然後那個老伯伯就在裡面睡覺 那什麼事啊 徐晶一場 那個 那個老伯伯說 你看嘛 沒事吧 跟你講 你還緊張著 他每天都 這兩天都叫我來陪他喝酒 阿姨也手了 沒事就好了 就跟他搖 老伯老伯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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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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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的時候 死啊 大家也走一下 因為 第一個要到我們要刑事主先到 到我們要先拉封鎖先 到的時候拍手 我問窗簾先給他揉開 那個窗簾 他是單人床 那個窗簾的單人床 蓋白色的棉被 好像軍中的白色的棉被 旁邊就一個 小的電風站 大同電站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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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停了 那個窗簾我叫他把他拉開 拉開之後那個玻璃門 給那個陽光照射進來 陽光照射進來 兩邊燈打開 在頭打進來 剛好蓋 打到他那個棉被 他棉被 那個拍子所那個 幫他一拉開 那是什麼 那個棉被 我就看到那個肚皮是綠色的 什麼是綠色的 肚皮 肚皮是綠色的 肚皮是綠色的 他剛好 然後陽光照射進來 接觸空氣 一聲破掉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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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肚皮爆裂 噴到他的臉 怎麼會破掉 就悶死了 悶死了之後 他肚皮會脹起來 脹起來之後 你窗戶一打開 風吹 空氣一接觸 陽光一照 就爆開了 好像氣球這樣 就像氣球這樣 爆裂了 噴到他整臉整手 還沒噴到 所以裡面還有蛆喔 我沒看到蛆 但沒有噴到我 那後來 想說就死掉 因為他面容很安詳 想說死掉 警察的錢不夠派探了 很派探 很派探 然後 想想說 檢察官來驗屍 法醫來驗屍 他應該是 初步判斷應該是心臟病發作 老了啦 那就想說心臟病 心臟麻痺 心臟麻痺 後來想說要通知他家屬 老兵也沒有家屬了 副官去採訪問他眷村裡面的李幹事 說 在台下有沒有什麼親人 他說他有個羊子 羊子 但是 有來過但是我不知道他姓什麼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也都不知道 然後去找 也沒有找 後來是因為郵局通知警察局 郵局通知說 這個老先生 因為他的存款裡面 自己又去領了一條八十萬 就死了 想要領錢 就是這樣 去新政的郵局去領一條八十萬 領的這個人 有寫一個名字 當然有留一個電話號碼 就從這個電話號碼找到那個 那因為這個老先生他認這個羊子 是有登記的 那有入口的 有入口 所以知道 初步知道他名字 他不知道住哪裡 只知道這個名字而已 不知道哪裡 那後來是因為新莊這個郵局通知說 這個錢 被領了三十萬 三十萬年的時候 我們 第一個當然就是直接去新莊 找他這個乾兒子 這個羊子 我們去 我們三個人去 從一樓上去 那公寓四層樓的 一樓上去二樓鐵門 電鈴壞掉了 我採用那個鎖匙 車的鎖匙從鐵門卡卡卡 三四聲而已 就是要通知他來 跟他爸爸認識嘛 就聽到砰一聲 他從二樓窗戶跳下去了 腳去 不知道 跳下去之後 腳下去擠到 就躲在那裡頭腳 我們就維持下去 接下來 他看到我們這樣 他說我不是故意的 我說 我心裡想說你不是故意的 我就跟他講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 當然不知道 當然不是故意 故意還留你到現在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他說我錢還 還我爸爸就好了 我錢還給他就好了 他動作我們兄弟 是他們老闆叫來的 他不知道我們是警察 他以為我們是 他爸爸找來修理他的人 因為他把爸爸的錢盜領 他盜領了三十萬 他說我就錢還我爸爸就好了 我心裡就有個帝 我就知道 你們警察看起來 我們兄弟 沒有人怎麼動作 你先兄弟 以前沒有朋友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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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很像兄弟 以前以前 以前又流到拳頭 又綁辮子 警察可以留頭髮留到這裡 對 好 然後 後來我們就把他扶起來 他的腳扭到了 扭傷了 我扶起來 我說 那你 還給你爸爸這三十萬 你知道要跟他說什麼嗎 他說我 我就是不是故意 我只是想把他的存責拿來 拿來領錢 跟他借他不給我 叫你們來 我們出示證件 他就說我們是警察 鬆了一口氣 他以為我們是 要去修理他的 鬆了一口氣 他就講說 我爸爸 老人個性 外星人 要照錢 照著 那裡 他就帶了一瓶高粱酒 跟他的同居人 去跟他爸爸喝酒 喝一喝的時候 他知道他爸爸有存責 有硬件 都放在金頭上這樣 然後喝一喝之後 他跟他爸爸開口 說跟他爸爸借錢 他爸爸還是不借他 然後他就把安眠藥拿出來 安眠藥 就把它放在他爸爸的酒裡面 但是不是要毒死他的 就是不要睡了 結果 他是要偷 釀出了一條 是啊 他還不知道 我們做到他 他還不知道 他爸爸死掉了 不知道 後來我才跟他講說 你爸爸死了 你知道嗎 因為怎麼可能 你覺得我還差他去上面睡 所以他過失殺人 用過失殺人把它辦 用過失殺人把它移送 你現場要幫我們吃的就是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 這是一個 示範一下 好漂亮耶 很立體很漂亮 都不會錯嗎 他是要偷 釀出了一條 是啊 他還不知道 我們做到他 他還不知道 他爸爸死掉了 不知道 後來我才跟他講說 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嗎 因為怎麼可能 你覺得我還差他去上面睡 所以他過失殺人 用過失殺人把它辦 用過失殺人把它移送 所以命案背後都有很多錯綜複雜的故事 好 緊接著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這是神鬼交鋒 台灣版嗎 已經真實上演 接受約談走出事情大 他是被控侵占77億資產 沈柏奇岳父 快閃離開對案情不了解 但沈柏奇吞錢可是高招 就是他 沈柏奇牽著女友的手在美國逛大街 被告之後 被告之後人早已找不到 他侵佔富豪資產超會買 超跑買9輛 其中古董法拉利要台幣10億 塞西爾群島還有其他地方 購置8處房產 買私人飛機花了3.8億 鑽石34顆都是稀有款 蹲在地上跟小朋友解說玩具 他是沈柏奇在台灣妻子 牽著小孩開心逛街 富豪心痛的是 當年兩個人結婚 包了10萬美金大紅包 但沒想到最身邊的人 原來最不能信 沈柏奇的岳父被約談 他的妻子就在台北市 這種豪宅裡面 但據傳4年多前 兩人結婚 沒有登記 只有宴客 而且婚後兩人分隔 台美兩地 沈柏奇名下的安和路豪宅 還有新店青山鎮兩棟別墅 懷疑都是沈柏奇匯款回台買的 沈柏奇年薪百萬美金 但匯了2900萬回台灣 觸犯洗錢防治法 美國政府也調查 4年當中我們發覺 總共他拿走了 差不多2億4千萬 消失的錢 陳信富豪通通要討回來 美國加州 德州 英國 台灣 四地提告 不惜成本 跨海要追回消失的七十七億 三立新聞 翁正强 張哲偉 台北報導 沈柏奇曾經因為豆豆先生救過他而聲名大噪 對 那其實2014年的時候 在意大利有一個車劇 跑車的車劇 那有一個人他叫做沈柏奇 他是台灣籍的 也是美國籍 他雙重國籍 那開了一台一億的那個麥拉倫的一個限量版的跑車 結果撞了 撞了以後剛好豆豆先生 就英國的一個演員豆豆先生就把他救出來 哇 那豆豆先生再加上這樣的一個新聞 當然就在意大利 這是畫面上 這一起意大利的超跑車禍 當時超跑出車禍 新聞做很大 對 在意大利跟英國就做很大 結果就把這個新聞就到台灣來 他說這個人到底是誰 台灣怎麼會有這一號的人物 因為沈柏奇 那個沈柏奇 他怎麼可能這麼有錢 結果還不到 再過兩年以後 也在去年 有一個美國的一個百億的一個華裔的富豪 叫做陳兆華就來台灣告沈柏奇了 他說他詐騙他77億 2.4億美金 將近77億的台幣 哇 這個如果成立的話 是目前來講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雖然是詐騙王國 那這個是最成功 詐騙最多 個人最高的一個金額 那原來他在2008年的時候 透過關係 有夠好聞 去認識這個陳兆華 那陳兆華在美國是百億身價 他就說我兩個講得不錯 那你幫我理財 幫我做房地層的投資 我們共同來開一家公司 那你幫我做一些投資 然後兩個人就到墨西哥 去成立一家旅業公司 那負責任掛誰 掛沈柏奇 那負責任掛沈柏奇 2013年被陳兆華發現說 你自己當負責任就掏空了2.4億 這2.4億拿去幹嘛 拿去買了9輛的一個超跑 裡面有一台超跑是法拉利 1963年的一個古董車 光是那一台超跑就10億 所以他9輛的超跑 因為他是拿負好的錢 對 來裝扮自己的門面 沒有錯 九輛超跑 反正是說他很好奇 是啊 九輛超跑13億 現在就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買了8個房地產 另外他又買了一台彎流的一個 私人的飛機 也花了3.2億 很敢開耶 另外要34號的選手 紅的選手 花23億 反正起銷別人的錢買不到 就直接開 直接開 所以2013台灣哪有最好人物 2016 人來台灣隔 他知道原來77億都是詐騙來的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 所以畫面上我們看到 這就是10億的法拉利 對對對 就是1963年那個古董車法拉利 而且他把它切成他喜歡的 紅色跟白色他喜歡的 這個彎流也是 對對對 那都不是開自己的 都開白人的錢 都開白人的錢 所以這個是目前來講 台灣詐騙 個人詐騙裡面最高的 其實說到詐騙神鬼交鋒 徐三太那個案子 我看的時候也是嘖嘖稱奇 你知道細緻老闆 這在企業界也是好好有名的 哪有想到說竟然是騙神 對 那徐三太這個案子 這真的叫做神鬼交鋒的現實版 而且它裡面是連環劑連環套 徐三太我想 在2012年之前 沒有人認識他 2015年他捐了4500萬 他101的煙火他捐了 而且那個公司叫做細緻科技 一炮好紅 一炮好紅之後 他先造神 因為那一炮好紅以後 本來2015年 沒有人要捐那個101的煙火 結果細緻科技這家公司 到底在幹嘛 這麼小的公司 竟然可以花4500萬 然後在這個101 把那個煙火打到全世界都知道 所有的媒體都訪問他 他自己先造神 他說其實我們家很窮 我小時候住在這個台東 我爸爸是一個日文系的教授 但是我都很忙 我爸爸學生都扣了台東 所以我就沒辦法 我就沒辦法讀書 我就很愛在這裡 就去賓那裡有的沒有的 我小時候 我老母子就拿暖錢 我賣不賣 爸爸我就做得好 我中的時候 我就做電腦在賣人 我一個賺4萬 我2萬 我4萬 我2萬塊拿給我媽媽做孝親會 有夠優好 對不對 要去做 結果做的時候 做做的錢 他就有一天說 我那邊那邊 那個牆邊 都很多那個台風的罐頭 我就想說 我賺這些錢 我都不賣2萬 我剩2、30萬 要做什麼 那要買台風的股票 那台風我爸爸媽媽那裡吃的 那台風一定大型公司的 一塊三、七塊 買了而已 台風 給我賣到200塊 那台風 我賺1千多萬 我的人生第一桶天1千多萬 我高中 我的認真特殊 我只有一個高中 我去扣50幾個電腦的執照 之後 我就比喻 因為我大學 他賺一個工專 之後 他就去自貫科技去上班 上班 做一個小科長 小科長之後 2008年 他就跟他兩個朋友說 我們要自己開公司 而且他們三個人 就發誓 先回家 拜別父母 因為我們 一定執政成功 不能失敗 把公司當家裡 一天要工作 三個、24個小時 我一天要當作三天用 好勵志啊 對 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兩個都沒辦法走 整個公司就都變我的了 你知道我早上是怎麼做嗎 我早上8點上班 上班到晚上12點 人家很累 我就去外面 心理計畫室那邊走 走點多小時 走回來後 幸福謝謝 就開始上班 上班到5點 5點多累穿 8點又起來 我一天動作三天這樣用 他就開發APP 開發什麼 開發那個 我們的統一抄 從那個 那個統一發票 對講的APP 就開發一個 那個 我們的農民力APP 以後 我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我去做農務科 我去買平板 我去拜風廣達的時候 好 林拜利 跟我說四點鐘 他告訴我 一句話 福家財 那三十年前 你出來就沒辦法 你看看 這種的天財 因為這樣 所以他把神仙造出來 造了以後 他就說他要買101的衛家的股權 衛家那時候 剛才那時候 對不對 剛才睡到盡夢的時候 對 在走盡運的時候 對 對 那時候本來是馬來寫了 101股份有限公司 買來買他的101台灣的股權 結果他就說 我要買 有一個高科技人 就說 我給你介紹 香港有一間創投公司 我給你介紹 那間公司 我介紹 然後那兩個就 一拍集合 一拍集合 當然 你看到一定成功是真的 但是腰部不是真的 現在一定要讓對方有信心 要排場出來 他透過一個朋友的關係 總要將那個香港的創投的 總要把他帶進去總統府 找我們總統府一個參議 兩個人記名 三個記名 他說 我現在為了我們台灣的經濟要打拼 這個香港創投公司的老闆 來 我現在要來買101的股權 我們總統府的參議說 你相信他 明清人真的是 英雄出少年 所以參議幫他背書 對 英雄出少年 這個以後如果說 有需要投資的話 我們會盡量的幫忙 香港人聽到說總統府要盡量幫忙 這一定沒問題 我告訴你 怎麼 財政部絕對不會刁難 所以現在開始要談合約 去公司的時候 看到他一堂 那大堂的股票 面臨兩三堂 都101的股票 夭壽 這堂已經一堂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就做那些 為衛家買來 我們就101大股東 都做八億的美金 一個人出四億 四億 因為衛家有四億公司 子公司 石油 我們要一樣 成立四家跟它相對 相對的時候 我現在已經有兩間了 要欠兩間 這兩間 要七百萬的美金 你先賺多少 因為我們現在要厭姿 我們要定期公司 他就七百萬酒 七百萬酒之後 就開始逼不見面了 香港張紹輝 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馬上說 這一定有問題 他有一天就打電話 找都找不到人 透過他那個 介紹的人說 你如果說我現在找到一腳 好 比我大腳大腳 那流筋要 比我更有錢 叫他出來 他怎麼打開 快出來 兩個人就 跟明天就開始要說 他拿什麼 所以拿假的合約書 我跟你說 我不是說不給你記憶 我最近就是 都在無形 我去到外面 已經簽了那個 八王爺 都說好 從他的人生故事 到整胎 勾票 到合約書 通通是假的 通通是假的 但是張紹輝 也不是已經報案了 所以在那時候 就被抓了 所以在2016年的時候 7月6號 他就被起訴了 他起訴就是詐騙 2.4億的新台幣 就七百萬美金 但是哇厲害 你知道嗎 7月6號被起訴 7月11號五天過 他就有 一天 因為欠缺完工的錢 有一天 完工分解的 剛才看到一天的遺書 他起訴就是詐騙 2.4億的新台幣 就七百萬美金 但是哇厲害 你知道嗎 7月6號被起訴 7月11號五天過 他就有一天 因為欠缺完工的錢 我一天 我一天問一下 都看了一天的遺書 遺書是他親簽的 簽怎麼知道 他說我實在很抱歉 我對你們很不足 所以我今天採取 這個最極端的手段 我自殺了 請你們原諒我 哇 大家想說死啊死啊 老闆自殺了 都沒有 都憤怒 他們那個女朋友 都傳簡訊來 都傳LINE來 說他們公公 他們公公在那個病院 因為吊頭沒死 在那裡吊電梯 憤怒二度自殺 都吊五十個安眠後 剛才那個 假死啊 說那五十個 那吃不死的 兩個這樣 就在辦雙房 你知道嗎 結果八尾切衣 本來在八尾切 有一個第二次要開庭 他就八尾切衣去 噴霧 他說要去那裡 要去那裡散散心 結果八尾切衣在噴霧的海灘 逆水 逆壁 但是很多人說他真死 假死 到現在仍然成名耶 因為他有在電視說 我們老闆是游泳國手 你像我斷在那裡 也不會逆死 因為我的勇氣很好 而且還假死過啊 所以說不定這一次也是假死 所以到目前來講 當然後來聽說警察有去驗 驗了這個DNA 證實是他 那這個中間其實到目前來講 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 而且會不會是死於非命 對 其中還是疑點重重 真的逆死呢 還是他殺 還是一個問號 好不過師傅已經刺青好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哇 好漂亮耶 死於非命 對 其中是疑點重重 真的逆死呢 還是他殺 還是一個問號 好不過師傅已經刺青好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哇 好漂亮耶 剛剛只有看到黑黑的嗎 歐媽媽 現在已經完成了 哇 這個糖果還有藍色 黃色 紅色 可愛的糖果紙 很利體 很漂亮 都不會痛嗎 還好 還好啊 所以他這個大概要多久才會穩定 大概就五天會脫皮 五天之後會脫皮 然後慢慢的顏色就穩定了 對 好 你看這是剛剛 就在我們現場刺青的成果 剛剛師傅說 刺青 成功失敗的關鍵 那你爹 去吧 去吧